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292集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新project 它正在Dellmaker上面 而且它是今天開始 叫做Legend of Crypto 那我在開始之前先提醒大家一件事 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尤其是NFT或任何DeFi項目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東西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Anything I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And crypto or NFT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lright 多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好 NFT 卡牌其實一直來都是一個 哇 我其實覺得它17年18年一直來都沒有真的起來 其實在17年底的時候 因為CryptoKitty有一點起來 有那種Genesis那種概念 但在那之前就有了CryptoPunk 就是這個Lover Law 所發的CryptoPunk 那其實在CryptoPunk 當時也是一個很 Nuance 有一個很新的一種想法 但並沒有說未來會怎麼樣 更不會想像出未來的CryptoPunk 能值這麼這麼多的錢 其實我們在這邊看一下CryptoPunk的介紹 What proof of ownership is stored to Ethereum blockchain 對 等一下 The project is inspired by modern crypto art movement Selected Press and the parents included Mashbow, CNBC, Financial Time, Bloomberg Market Match, the parents reviewed the outline Blab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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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h ERC721 standard ERCTE就是一些 那種 Non-Fungible Token的這個standard 所以 CryptoPunk 算是最早期的一個方式 然後它裡面有這種像是這種僵尸啊 或者這種 ABE 就是星星啊 還有這種各類的 那其實不像是現在我們常看到的NFT跟DeFi這麼有相關性 其實它在裡面有很多的character都跟現在市場上的character完全不一樣 因為17年的時候很多有名的人根本還沒出來 FTX的Sam根本還沒有特別有名 那時候CZ也才剛開始有名 還有很多像現在的Andrea還有各種的DeFi有名的KOL也當時還沒有那麼有名 所以說當時的CryptoPunk並沒有完全跟DeFi這麼的接近 基本當時根本沒有DeFi DeFi算是COINED在2019年的時候才真的比較有知名度 So but nonethelessCryptoPunk是一個非常完全沒有為了利益之類的原因去做 沒有故意踢眼鏡反而讓它變得非常自然 就得像Beeple那樣子 但Beeple其實後面的幾幅畫都是跟Crypto有關 看到大家畫那種比特幣跟牛啊 或是代表牛市啊 或是這種以太坊的這種水晶啊這類的 但CryptoPunk並沒有 但是後來就衍生出各種的NFT相關的類型 像我們之前介紹過Fractional 如何把CryptoPunk碎片化變成ERC20可能變成1000份 然後呢可以進入到借貸平台裡面 像Cream像這種 Dex平台像是Unishot或Sushot來提供流動性 來再用LP做另外一種借貸 比如說到Unit可以做這種Liquid Provider Lending類似的事情 或是我們看到NFTX也有在做碎片的 然後最近像是有Ulure開始做這種Permission的借貸 所以當你可以把它變亮的話 NFT就結合了DeFi的各種玩法 So Locker of Crypto就有點類似這樣子 但是在我們任何時間來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誇張的事情 在NFT跟DeFi世界裡面卻可以變成好像稀鬆平常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到OpenSea來看的話 比如說OK我們來Sort by Price好 High to Low 我們來跑一下 如果在CryptoPunk上面的話 Shit Sorry High as last sell 我們看一下 如果到OpenSea來看的話 最貴也可以賣到4200克的ETH 然後還有這種650億、605ETH 然後在這之前最近還有像是Hashmasch也非常crazy 還有像是這個Chubby 但其實Chubby呢現在就沒有什麼人要去買了 but short term可能沒有人買 不知道long term可能會怎樣 這就像是我早期在18年 還有19年熊市的時候買CryptoPunk 那時候我也是幾顆以太幣就在買 但那時候幾顆以太幣現在來講 那時候很便宜 幾顆以太幣現在是比較貴嘛 but point being is 那時候沒有人在看的時候 大家都說CryptoPunk好 就那樣子 那時候還有像是CryptoVoxel Decentraland這些 那現在NFT起來後呢 就有各種的NFT卡牌遊戲出現了 像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Pokemon 然後看到的這個Hashmasch 還有最新的Mooncat So it's really DeFi oriented 那Locker Locker 就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呢 they actually put a lot of 這種utility進去 比如說第一它的game feature collect provable rare NFT card and deck with the recognizable character from crypto universe and beyond 所以它這裡面就會有各種的 跟Crypto跟DeFi相關 所以跟我們剛剛講就有點不一樣 就CryptoPunk 當時還沒有這麼多NFT DeFi相關 那現在有 就比如說它會不會做一個CG的卡 它會不會做一個SAM的卡 一些比較特別的卡 然後特別的這些功能這些的 所以它是一個collectable play to win 所以它會有一些遊戲 有一些tunament在裡面 然後earn earn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以stake你的NFT 來獲得它的這個Loc的token 或是你可以用這個Loc的token 來做另外的抵押呢 來獲得一些更rare的NFT 其實NFT抵押呢也開始出現 我近期看到的很多項目 還在這種開發的階段 就是用NFT抵押 你可以想像喔 如果你今天要own Unisox 就是我們之前常講的那個 一雙襪子從幾十塊美金 超到幾十萬美金的這個Unisox 其實現在還有很多Funds 它們去購買Unisox 作為一個這個 這種asset在裡面 然後呢 Unisox 現在其實在某些特別的池 是可以去挖的 那這就有點像是 早期持有WiFi一樣喔 你可以用WiFi去挖到各種的币 所以WiFi的使用價值就變得很高 但是現在single token mining 已經有點被證明是一個 不是很好的發幣的方式 但是呢另外一種方式來看的話 NFT的挖礦方式呢也漸漸出現了 不管我們在B20、N20裡面看到 或是我們現在看到在Pokemon上面 還有現在的LOC 所以什麼意思是NFT挖礦呢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NFT借貸平台 而不是一個ERC 你真正會需要的就是很多NFT在這個上面 那現在聽起來好像 為什麼要這麼多NFT 你感覺好像不make sense 但其實這就像是為什麼人家說 為什麼要這麼多的币放在AVE 這麼多的币放在Compound 這麼多的币放在Cream 因為你需要有流動性 才有人能去借他想要借的币 比如說我今天在上面抵押以太幣 我要來借穩定幣 我在上面抵押穩定幣 我要來借以太幣 概念就是這樣子 所以借貸的功能在這 但是NFT呢一直以來都缺少這個借貸的地方 所以要把DeFi的用途加進去 DeFi有什麼用途呢 DeFi有很多 比如說幣來挖礦 挖礦的方式其實是發送幣的方式 就是你把幣繼續比出去 所以一種方式呢 就是透過抵押NFT來獲得LOC代幣 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說這些的NFT 可以在LOC代幣 或是未來的 像我們看到這種PON 還有各種的這種 類似DeFi當鋪的機制 來去抵押NFT來借貸 好 它更多的資訊呢 其實可以在Dell Maker上面 所以它LOC叫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講 Guard 它叫Legend of Crypto 然後 LOC is a blockchain-in-and-deFi-powered game with yield generating NFT and native marketplace collect, play and earn and have fun at the same time so again 我這邊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NFT其實也非常非常高風險 所以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Alright 所以它Ideo平台是在DotMaker上面 然後它這邊寫的資訊還蠻清楚的 key feature of the game collectable card rear NFT item with crypto industry legend 所以它這邊應該就是放很多這種 這種币圈知名的 像是什麼CZ Gemini Brother Sam from Alameda 或是像是這種 Brian Armstrong Coinbase 這類型的 但我更覺得它會放更多KLO進去 因為其實越來越多KLO 不管在各國家的這個crypto KLO 然後它們其實有自己固定的社區 所以我覺得這就變成Social Token 其實最近很多DeFi很有名的人 都在講這個Social Token的地方 跟著Incentives 還有最近上TikTok 就是抖音 尤其是歐美的抖音呢 在crypto上面也非常有名 就是非常大的影響力 其他很多人說Pancake跟Safemoon 完全是抖音推動起來的 好,第二個 LOGC Token 就是它這個Legend of Crypto的Token Governance Token 它是一個自理代幣 Unit of Account Reward Pay-to-Play 你需要用這個才能玩 或是用這個來挖NFT 或是用它來治理 staking 你可以抵押這個代幣來獲得一些特殊的Pack 然後在Packet可以選擇開或不開 其實這方面你就可以想像說 Dapper Lab所出的Flow Protocol 來做NBA Top Shot 是因為你對NBA喜歡 但這其實裡面有一個門檻 就是你必須要找到 在DeFi市場裡面懂用錢包的人 然後又喜歡NBA的人才會去買的 其實像我自己就沒有買那麼多NBA Top Shot 我幾乎 花了幾萬美金買完後 我已經完全忘了 就因為我其實 應該說我覺得我越老越不看NBA了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是跟Crypto相關 就像我就很封Crypto Kitty 或是我們買那個斯諾德的那個藝術品 就是因為呢 非常喜歡就是越來越philosic 那種哲學 然後越來越喜歡這種去中性化 所以會一直在支持DeFi裡面相關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之前我支持的一些NFT一樣 所以我今天是一個Crypto相關的NFT 就會願意支持的 但我想這邊再提醒大家一件事喔 NFT是高風險對不對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NFT通常買完後要再賣就沒那麼容易 因為NFT基本上沒有辦法提供深度 它沒有辦法像Uniswrap一樣呢 或是蘇姨Swrap一樣 你可以把ERC20的Token在裡面提供流動性 讓裡面有足夠的深度 讓你隨意可以在上面賣 如果沒有的話呢 then you can sell it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NFT卡是一個風險的投資喔 對 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玩 然後喜歡在裡面有它的Gamification的話呢 then it's really good 所以 其實 像我自己就是很大的那個CryptoPunk fan 就有那種粉絲 同時呢 我又是有一個很有名的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叫Cyberpunk 2077 就是一個做了10年的Project Red做的這個遊戲喔 然後呢 很多人就說 如果今天Cyberpunk可以變成 就是裡面的一些Item可以變成NFT的話 then how crazy could it be so Gaming Market is huge 我最近投了很多Project is like gaming related so 如果我們回去來看的話呢 then Car Gaming can also be pretty interesting 但是這邊也要看 就是我常講 很多這些產品呢 他還在這種募資的階段 或是在討論的階段的時候 一定要等他的產品真的出來的時候 能怎麼去使用 能怎麼去玩 然後到底真的會有多少人去玩 才是重點 所以 我會講說NFT or any other project 如果你在不太懂的情況下 就不要碰 然後如果你覺得他很酷的話 然後想要多了解的話呢 可以去他的Telegram跟他的Twitter 然後他一樣他有這種NFT Farming 這也是 我們在這個Ulier那集裡面介紹過 還有Fractional那集也有介紹過 就是說 NFT碎片化 看起來是未來一種趨勢 因為你不可能讓NFT一直停留在OpenSea 其實OpenSea有那種OpenOffer的問題 就是說 不管每個時段裡面 都會有很多以太幣在OpenOffer去 然後但是大部分人不會去 Accept Offer 因為他會覺得他的價格可能更高 那就會導致最後根本沒有賣掉 然後真的想買的人也沒有買到 所以那是OpenSea一直以來的問題 而且OpenSea你不用List也可以去Bit 意思就是說他會把他上面顯示 9999個Punk都在上面 但是其實這些Punk並沒有真的在OpenSea上面 是OpenSea他會去看所有的Punk 就是整個鏈上的NFT 然後去歸類他 然後你可以去OpenOffer 但這個Punk的使用者他必須到OpenSea上面看到這個Listing 然後決定去Accept不Accept才行 對 所以其實原生都有很多問題 But nonetheless 最後要講的地方就是他的Package Collectable Card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他好玩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 在YouTube上面很多人開這種神奇寶貝的卡 然後沒開的反而可以賣更多錢 就算他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So the mysterious endgamification and NFT and DeFi add up a lot of value 就是會好玩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你到底會開開出什麼樣的牌 然後你就會想說 誒這是很特別的卡 想辦法把它賣出去了 但同樣我這邊 我今天提醒了超多久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就是這種卡呢 你不要想了他一定會有人買 那如果真的有人出 你也可以決定要賣不賣 像我當時就很瘋 買了很多那個什麼 chubby 還有後來買那個mooncat 然後一開始都會有人給我offer 然後我不要後呢 那個熱度炒過後呢 就沒人炒了 就不會有人買 所以NFT就是一個泡泡 現在每週都有一些新的玩的東西 像Pokemon我們上上週 拆十包嘛 那時候拆十包要大概 不知道四百多塊還是四千塊美金 我有點忘了 但是現在他那個幣價就跌 就很多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 你就覺得到底要不要拆 還是現在可以拆更多 那拆到底會不會有人買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投資的心態去玩它的話呢 那這東西本來就不適合投資了 但是如果你是用一個就是你本來就很喜歡NFT的話呢 then it's a good thing 那這就回去為什麼有些人 沒有辦法拿著CryptoPunk到賣到幾十萬美金出去 因為你本身不喜歡它 所以你不可能會拿這麼久 或者你根本不會知道它 那喜歡的人他就會一直拿著 像我UniSock就給出很多 不是我不喜歡UniSock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Oh that's a cool idea 可以把它去redeam 換成一個真的一雙襪子的 So 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我會講說 NFT是你喜歡在碰你 不喜歡就不要去碰 那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懂的話呢 就更不要碰 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 TrySign Crypto直播 感覺現在是每天都播一集了 Anyway我們會 我們最近有發一個新的那個 有點像是那種漫畫 其實我最近在出一些類似漫畫的 可能之後把它也變成一個redeemable的漫畫吧 就是 因為我總共做太多集 我做大概300集吧 那今年做下去 我可能之後也會每天做一集 所以 我不知道 我可能做到500集的時候 會變成那種redeemable的NFT吧 就是一個漫畫 但是應該會用那種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每一集看起來好像都是 因為每一集都要規劃 那最近就很多項目 或是很多新的更新 或是像Curve 或是像最近有Spariswap 或是最近這個Andre在講NFT 各種各種的NFT或是各種各種的Defi項目 從18年講到現在 所以 我想說我會做一個那種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後最近也 也在準備很多 我知道我去年就在講Podcast 但是我覺得影片如果出更快的話 感覺更好 所以 最近也有很多Mr.Black 2.0 會想要做的一些東西 然後應該都會 在社群裡面跟大家討論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然後也想要參與一些設計的話 也歡迎就是 私訊我 然後一樣 在我們的Telegram OK就這樣子啦 掰掰 我們晚點見